这场比赛呢 还是 张继柯呢 大家都很熟悉了 丁祥恩他还是 我觉得从他身上还是充分体现出 中国运动他作为一名年轻的运动员 他身上那种拼劲还是非常足够 张继柯呢 整个过程会更加顺利 从祝斯特打完之后 感觉现场的观众情绪没有那么高涨 1 9 1 10 躺上啊已经完全被张继柯控制了 就是他准备的充分 而且他知道自己的问题 所以他那单打 他自己 自己在场上的投入性 从第一局的表现来看 季柯还是 绝赛当中输给奥卡洛夫 当时我觉得跟他的调动有关系 对 等你想调动的时候已经晚也 已经晚了 能够有一些作为 对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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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或者发展下去 你给他提点 作为男性来看的话 他这种技术的这种创新的变化 还是非常技术 不能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以后 其他的技术是不是能够保证他 通过各种技术组合到一块 11分是凑起来的 有进攻 也有防守 但是在其他的技术上面 极客怎么样能够更加相信 从他的这种力量 包括爆发力来看 还是 好像比原来的这个 时间安排更加紧张了一些 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说的话 他每天考虑的 现在比分反超到10比7 发动 异向旋转 拉起来 拿下了关键的一分 其实这一分啊 丁祥恩的接发球质量还是很高的 继续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的第三局 不在一个最好的时期 那一个队伍培养人可能更快地去培养人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个成绩 无论是奥运会 包括像这次的亚运会 训练比赛当中 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支持跟关心 所以说 现在张继科5比1领先 一顿 帮助的整个团队的一个荣誉 青城队大 这个球机会太好了 比赛能够顺利的拿下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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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张继科正手的最后一板 无圈球 这样中国男队在韩国仁川第17届亚远会上 就获得了男子团体的冠军 我们也祝贺中国乒乓球男队 王立芹 你看了今天的比赛有没有什么感慨 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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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